非常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这个HitWebinar 我们这Webinar是一个专注于健康智能和科技的一个Webinar 我们也是由几方联合发起的 然后我们关注的领域包括月图框处理 聚焰视觉 智慧医疗 医疗可穿戴设备 然后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制药等等 我们也是几方包括点内科技 医工学人 Healthics 俱乐部JugAI 还有中美生科青年创投共同组织发起的 我们活动分为两种 一种是这个常规活动 对 常规活动就是我们会进行类似于这个reading group 我们会进行这个论文和新闻的分享 然后通常是每周会一次 通常会在周五的时间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这个特邀报告 对了我们特邀报告 对我们今天就特邀报告 然后会邀请领域类的专家来做这个特定的 特定领域的一些分享 然后通常也是会在周五晚上 但会根据讲者时间来做调整 那反正也今天辛苦纵尾 就是一大早来做相关talk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进我们这个讲者交流群 我以后可以把这个二维码 我会放到我们的这个群聊记录之中 好的 那接下来时间就给纵尾 我接下来我先介绍一下纵尾 对 我们这次这个分享是由周纵尾博士来进行 然后他现在是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博士后 他于2021年获得亚利桑拉州立大学的生物医学信息学的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包括约翰视觉和医学图像分析 旨在减少计算机辅助诊断治疗和手术相关的 这个繁琐的专家标注的工作量 他被授予这个美国医学信息协会 就是这阿米尔的博士论文一人奖 国际顶级影像会议米开青年成就奖 就是这Young Scientist Award 医学影像分析期刊 Medical Image Analysis的最佳论文奖 并且入选赞福大学发布的2020年全球前2%科学家榜单 我先做了一个介绍 那接下来时间就给众伟 谢谢 那我分享一下屏幕 可以看到是吗 对可以看到 各位老师同学好 今天很开心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工作 然后我的博士的论文主要就是围绕减少这个 在做深度学习的时候标注的那个需求 然后现在我在博后期间也是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 然后今天分享的主题主要是关于public available的dataset 因为我现在那个也是做博后也没有自己的实验室 所以很少接触private的dataset 然后我知道大家也大部分都在做public dataset 这样子比较公平的可以比较算法 然后这些数据都是那个标注的比较规范 所以public dataset在medical上的应用还是很广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这方面的工作 我一直很喜欢这么一个例子作为开场 比如说我们需要做一个分类 做一个分类器来找到一些有0的图片 那大家肯定会去想到这个minst 这个minst它会标注数据数字0到9之间的图片 当然因为这个task只是为了那个找到数字0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知道哪些是1到9 所以我们这儿编了一个数据集叫做minst的zero 它就是zero的话它就是说是zero 那如果是1到9的话那就是non-zero 那其实就是一个二分类问题 然后大家一般用的一般是十分类问题 然后这两个数据集它的数据的规模是一样的 只不过唯一的区别就是说这个0和非0 然后这个非0它是标了还是没有标 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给到大家 就如果我想选一个识别0的一个分类器 哪个数据集你会首先去用它呢 可能大家会去选择第二个 然后我们也做了实验 确实第二个数据集它虽然标了很多 跟你感兴趣的task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些label 但是确实它对0这个分类会提高这个准确度 它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只跟这个分类器说哪个是0哪个不是0 像这种6啊或者8啊就非常像0的这种数字 它其实在decision boundary是很模糊的 它很有可能会犯错 但如果你跟这个分类器说这个它就是6 这个它不是0 然后这个是9或者4 那它就可以很快地排除掉这个非0的这个事情 所以它的准确度会明显地提升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对一个类感兴趣 那么你可能可以用和它没有关系 但是public valuable的一些类来做辅助 来让它提升 然后这个有什么应用呢 如果大家把这个0想成covid-19 那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在疯狂地收集covid-19的数据集 那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我们已经有的public valuable dataset 除了你一直去收集covid-19 那比如说NIH checks x-ray 就是2017年就已经提供了一个数据集 它是一个大量的chess x-ray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它标注了14个不同的chess的疾病 当然这14个里面一定是没有covid的难听 因为covid-19是从19年或者20年开始的 但是这个数据集你把它加进去以后 就和这个零分类这个例子一样 它可以显著地提高covid-19的准确率 它可以从96%一直提升到99% 它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 然后你加了这个数据集 其实对你来说并没有付出什么 因为这个数据集已经2017年就已经那个available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那个影子的例子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public available的dataset 除了大家可以去打比赛 还有很多很多用途 那由于这个标注是非常费时间的 而且需要专家的那个领域知识 所以公开的数据集作为分割的任务 其实并不多 就比如说colon的tumor它只有一百多个例子 很多的数据集可能就只提供了一百多个例子 去训练这个网络 然后我们在hopkins这边有一个 当然是私人的一个很私有的一个很大型的数据集 有5000多个CT 我们去训练一个网络 然后可以达到了那个基本上是专家的水平 然后这个结论 其实大家在做public的数据的时候 是很难达到这个结论 专家水平的 原因是不管是训练还是测试 都一百多个数据集 其实都是不够的 就是训练一个网络 你可能不够鲁棒 测试的话 你用一百多个数据去测试 也不能说 那个它一定是比专家要好 所以说大型的数据集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hopkins这个数据集 它其实是需要专家去标 那个15年 如果找一个专家 那个去标的话 它需要15年 当然我们找了好多专家 所以基本上5年就把这个datasite给建成了 它是现在基本上全美 或者甚至是全世界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做pancreas tumor pancreas是一线 一线 tumor的一个数据集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就是一线的疾病 我们就需要这么多的数据 我们需要这么多年份的去标注 那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一样的cancer 我们是不是每个cancer 都得一个个去标 那其实是一个 不是很容易扩展到 其他不同类别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不想这样 但是我的目标又是想detect 或者是segment的cancers 而不是就仅限于 某一个类别的一个cancer 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去解决 有这么多类别的cancer呢 那我今天会主要分享 两部分的工作 第一部分就是用public data 然后这个data它可能是有些bias的 有些data它关注于pancreas 有些data它关注于liver或者是kidney 它就是那个partial label 它是不完全标注的 它就跟那个它和imagenet不一样 它可能是有些dataset就给你标了一个猫 有些就标了一个狗 然后第二部分工作我想就是探索一下 在这些dataset上面 我可不可以人工的去造一些cancer 把它放上去 然后用unet把它给割出来 然后这个讯完的这个unet 我把它用来看看能不能去割这个真实的tumer 好吧 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篇工作 第一篇工作是我们叫它universal model 这个是和香港城市大学和英伟达合作的一篇工作 这个表我大致给列出了现在的公开的数据集 都是长什么样的 当然是腹部的CT 因为我现在的那个研究重点是腹部CT 那大家看到一共有16个公开数据集 都还是可以的 就有些数据集还挺小 但是近几年的话 这个数据集的规模越来越大 而且标注的这个类越来越大 然后我们自己GHU是有一个自然的数据集 来作为一个测试 然后大家看这些数据集 其实是并不是完全标注的 如果你想讯一个模型 来把这个腹部的器官 把腹部的tumor全部都给割出来 其实一般大家都会去以打比赛的思路去做 就比如说一个dataset对应一个比赛 那么如果是16个dataset 是不是就是打16个比赛 就是你得训16个unit 然后每一个unit 它还不是能把所有东西给割出来 它只能割出来这个数据集提供的这些类 那其实你发现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打比赛 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看看 如果能把public的data全部都用起来 这个unit它能强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当然是之前是没有人做过的 那我们这个工作就做了这么一个探索 那其实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的目标是把所有东西 就是你能想到的东西都给割出来 在腹部这个区域 它包括是organ 也包括它的tumor 那比如说这个data set 它标了liver和liver tumor 这个标了kidney和kidney tumor 那我们最后的想要达到的是 能够把所有的这个那个大型的器官 以及它里面的疾病都能检测出来 那这个事情听起来非常简单 你不就是把数据集放一起 然后一炫一个unit吗 但其实是很难的 我们花了很久 那个基本上六个月的时间 才把这个事情给做完 那它有三个比较难的点 第一个就是你不同的数据集 它有domain gap 它那个是从不同的医院里面采集过来的 就是你怎么解决这个domain gap的问题 当然这个domain gap 在MRI上面是比较显著的 当然在CT上面不是那么的显著 原因是CT它这个标准化的一个modality 所以它里面的这些那个像素值 基本上都是比那个 就是波动的范围不会很大 OK 然后第二个challenge就是 就像刚才说的 你不同的数据集 它标的 它的侧重点不一样 因为没有一个医院 或者没有一个机构 它有这么多钱 它可以把你所有的器官 或者所有的疾病都给你标出来 这是一件 就和imagenet net level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现在我们还没有medical的imagenet 所以我们必须得能解决 这些不同的数据集有不完整的标注 第三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样才能adapt到 就你训一个unit 你现在可以割这么许多的物体 但是你看看明年 Mikai可能会出来更多的challenge 它里面可能会出来更多的新的器官 它比较感兴趣的 那你怎么样才能 就是不像现在大家做的一样 就是一个challenge一个unit 你怎么样能把我这个universal的这么一个single model 我能adapt到新的器官上面去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框图 当然非常简单了 这边输入当然是不同的数据集 我们用了14个数据集 然后做了一个standard process 然后这个模型的话 它有两个指路 一个是visionencoder 它基本上就是unit那个encoder 然后它还有一个textencoder 它是我们用了一个clip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 我待会会讲 然后这个testencoder 它里面有不同的标签 就比如说有器官 有器官里面的疾病 然后我们有一个embedding 然后根据这个embedding 我们过一个MLP 就可以得到一组参数 这组参数它就可以去 割出来你想要的 也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unit 一般情况的话 大家都是有10个类 那我就10个输出头 那我们现在不一样 我们是有10个类 我们这边有10个你输入头 就比如说这次我想割liver 那你就给我输出liver 我想割liver tumor 那就给我输出liver tumor 也就是这个unit 永远都只有一个输出头 然后它是按需去分割的 而不是像传统的 你有几类 你就搞几个输出 因为传统的那个 我们觉得有点太不理想 为什么不理想呢 因为这边有一个示意图 传统的one heart的embedding 是长这样的 比如说liver liver tumor kidney 大家都会用one heart去编码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并不存在 这个器官和器官 以及器官和它里面的疾病之间的一些 语异关系 因为它全是one heart 它所有的语异都是正交的 也就是所有的都是 所有的类别都是独立的 但实际上不是 liver和liver tumor 它是有强相关的 liver和liver的kidney 它是那个相似度肯定不会那么高 所以它第一个传统的缺点 就是说它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语异关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不好扩展到新的类 因为你要是一个unit 它现在输出十类 那完了以后 我出来那个两个新的类 那是不是就应该这边再加上两个 那就涉及到你整个网络结构的输出 就得改变了 那这样你很难把它adapt到新的类去 所以它是有两个很主要的缺点的 那我们提出用clip 为什么要用clip呢 我不知道大家对clip熟不熟 clip是一个语言和picture 就是language和picture 一起训练的一个无监督的一个网络 当然我们没有去训这个网络 它是可以在网上下载的 然后你下载完了这个网络 你把它输入进去liver 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个liver 对应一个feature map feature vector 实际上就是这样 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feature vector 它和one heart不一样 它是有sematic meaning的 就我们这边画了一个 它那个类和类之间的一个关系图 比如说liver和liver tumor 它这边就很粗 它这个关系就非常的强 然后你再看liver和kidney tumor 它就关系非常弱 就非常细的一条 然后kidney left kidney和right kidney 也是有强相关的 因为它都是kidney 完了kidney和tumor 它之间也是强相关 然后器官和器官之间 它可能是弱相关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征 我们可以把它用上 完了以后 这个clip它的embedding 有一个另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lens是固定的 它可能是100多维 它是固定的100多维 它和one heart不一样 你来一个心类 我不需要对这个one heart 做任何的往外扩展 因为它是fix the lens的话 它可以一直 就是你来一个心类 我对原来那些类是完全不影响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 这样有了这个特性 就比如说明年米开 我来了一个新的类 比如说那个什么appendix appendix是什么 appendix我忘了 它中文是什么 比如它有一个appendix 现在public variable 它没有对它有标注 但是总有一年米开会有这么一个challenge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来那个对这个universal model做一个扩充 而不对前面学过的类有任何遗忘 然后我们提出了这个模型叫做universal模型 它为什么叫universal模型 因为它是和传统的unet不一样的点 就是architecture非常的相似 但是它是不需要一个challenge对应一个unet去学 而是我可以用一个unet把腹部现在公开的所有的数据集里面 涉及到类全给你学上 那大家可以想象这肯定是很猛的一个unet吧 那确实很猛 那我们第一个achievement看到就是那确实是排名第一 那msd大家应该很熟悉 是medical segmentation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benchmark 然后每年都会有人在那打比赛 然后去年赢的是NVIDIA的一个组 然后他们投了一篇 他们中了一篇cvpr 他们用了一个pre-training 用了一个swingunet 然后拿了个第一 然后今年的话 我们是用了一个universal model 然后和他们的比分是相差非常非常的悬殊 那原因当然是这没有什么好过度的解释 因为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data 它其实是一个不公平的比较 但我们这边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比赛 而是为了真的去看这些public valuable的data set 这个潜力有多少 那所以说这个improvement over the previous sota 它是非常非常的显著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每一个类 它不是说平时你们看到的打比赛 比如说高了一两个点 然后我是第一你是第二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两个level 所以这边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把它全部都合起来 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clinical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优势是computational efficient 可以想象说如果这个比赛它有六个task 那传统来讲的话就应该选六个unit 完了如果你用一个universal model 我可以用一个model去把所有我能够学的类都给你学过来 那它肯定是computational efficient 它可以至少就是说那个快六倍吧 因为它是一个模型对应它六个模型 它在测试的时候就快了六倍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定量的图 那就是说它这个横座标是一个flux 就是有多快 完了纵座标是performance 那universal model首先performance非常好 而且和别的模型来讲 NNUNET和SWIN UNET 它是排名第二第三的两个模型 然后其他是UNET 这些就是DODNET这些网络 它们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有几个dataset就需要几个模型 那是一件不是很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和NNUNET相比的话 它可以提高19倍 完了和去年的达第一的模型来比的话 那可以快六倍 那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另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是 我们这个universal模型 因为它可以看到和dataset specific模型 更多的一个数据集 所以它的generalizability 肯定是比那些单独的UNET也好的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验证 这边的实验设置就是说 我们对universal模型和其他的这些 很有名的这些architecture 做了一个比较 然后这些architecture 都是在单一的数据集上面训的 然后我们在一个新的数据集上面去测试 这个和传统的不一样 传统是把一个数据集变成train和test 我们这边是说把我在这个数据集上训 然后在另一个从别的医院里面拿来的数据集上面测 直接测 这就叫做generalizability 这个是非常考验一个模型的鲁邦性的 那由于这个universal模型 它见到了3000多个CT scan 然后每个这些模型可能就就见到几百个 然后他们虽然能在打比赛的时候能拿第一拿第二 但是他们的generalizability不好 我们这边的universal model在一个新的数据集上 它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那个鲁邦性是非常强的 那原因当然很简单 因为它见了更多的数据 第四个我想分享就是说那个universal model 因为它的鲁邦性很好 因为它的performance很好 所以它生成的这些seudo label非常非常的精确 那为什么我们关心这一点呢 因为现在一些dataset 就像刚才说的 它都是不完全标注的 有的dataset它标了liver 然后很多别的机关都没有标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快速的把别的机关的标注 全部都给搞定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universal的model的这个输出 作为一个ground truth 那大家一定会想这个ground truth靠不靠谱 因为我们的ground truth都是用human来标的 那如果你用一个模型的输出来标 它和human比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那我们做了一个测试 那这边就是说我们找了两个医生来标同一幅数据 然后也用了我们的universal的输出 来那个作为一个seudo label 然后我们来计算AI的输出和doctor的标注 因为我们这里是没有ground truth的 ground truth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只能算那个AI和doctor1的一个dice 以及AI和doctor2的一个dice 以及两个医生它之间的dice 因为两个医生它肯定会标的不一样 那我们发现其实医生和医生之间的那个标注的区别 它和AI和医生之间的区别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那个当然不是所有的 不是所有的器官 而是这六个器官 这六个是那个比较主流的腹部器官 我们发现这个AI生成的这个seudo label 它的质量是可以和医生的标注来做媲美的 是吧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如果明年就比如说你拿到了一笔钱 然后你想决定你想标什么器官 那我就不建议大家会去标这六个器官中的其中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结论是说 你用AI的输出 它是可以和人类的标注 那个基本上等同的 所以你花钱去标这个其实是有点浪费钱的 所以如果你有钱想标注的话 建议去标别的AI做的不那么好的那个器官 然后这边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说那个医生标注的是红色 第二个医生标的是绿色 然后AI输出的是蓝色 这边也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差不多的 这也没有我们没有那个很那个去挑那些一定是好的 就是这些就是随机调的 所以鉴于这些速度label的质量这么高 所以我们就自己又做了一个工作 就是把public available的dataset全部都用速度label去打一遍 因为它这个质量很高嘛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三千多个那个CT的一个数据集 它会release出来 然后这三千多个数据集 那六个blogan它是会被标注的 就是如果这个数据集它本来就有人类的标注 那我们就保留人类的标注 那如果它没有的话 我们就会用AI universal model的速度label 去给它做一个很高质量的一个标注 当然有一些那个case我们是有refinement 我们是那个自己也会把它给那个就改一改 因为AI还是会犯错的嘛 是吧 然后最后想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说我们就鼓励大家去多标一些 就是除了这六个器官之外的器官 因为那些器官我们也做了一个测试 AI它是没有办法达到人类标注的那个水平的 所以那个比如说明年或者后年米开的challenge 我们比较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这样子的public dataset 然后第五个优势是我们发现 universal model它是可以作为一个foundation model 来使用的 foundation model其实就是在natural image里面 比如那个image net 然后在medical image里面有非常多的很有名的foundation model 就我自己做了一个models genesis 它是用来做transfer learning的 然后腾讯他们做了一个medical net 然后今年有两篇很重要的论文 一篇是swing united 是cbpi也是做就是预训练的 就是说白了就是self-supervised预训练 然后拿这些foundation model去做fine tuning 然后这个61是夏勇老师组最近出的一篇叫做unimiss 它也是用来做fine tuning的 然后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self-supervised learning确实不错 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标注 但是它的那些task其实和downstring task 它是有domain gap的 就比如说你去训一个模型 让它去做这个拼图 或者你训一个模型 让它去把这个图片给它填充一下 这些task它其实和后续的影像分割的task 它是有距离的 也就是你那个一个模型 它比较它对拼图比较擅长 它不一定transfer到downstring task segmentation会好 所以基于这个观察 我们就说那universal model 它既然已经是为了分割而逊的一个模型 那这些model如果我们release出来 那大家把它给下载下来 是不是可以用来做fintuning 那答案是可以的 而且我们发现你去下载下来这些模型 会比现有的那些foundation模型 用self-supervised learning做的这些模型 效果要好很多 那为什么好很多 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这些self-supervised learning 他们学的那个object 它不是segmentation 但是我们这个它是segmentation 所以说它没有很大的domain gap 所以我这边想传达了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其实除了self-supervised learning 去设计更多的那些拼图或者填充这些游戏 我们其实是可以pre-trained by segmenting 就universal model是一个例子 就是你可以这么去训这个self-supervised model 然后这个模型我们很快也会公开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下载 然后说一些展望 就这个工作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当然你从打比赛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对其他的队伍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不公平 因为打比赛你讲究训练级得是一样 但是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因为一选 我不是为了打比赛 我们是为了真的能把那个现有的数据 都给用上 然后看看它到底能有一个什么潜力 然后这个工作其实是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 你把它全放起来 然后解决一个那个不完整标注这个问题 它是可以让这个现有的模型那个很鲁棒 而且performance很高 也就是大家就不用去抱怨说那个medical dataset 我不够用啊什么 那不够用是因为每个数据集它很小 但是你把它整个放起来 其实它有3000个甚至更多 你全部放起来其实是还挺够用的 我认为至少六个欧根 它是可以达到人类水平的 这还是不错的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promising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可以用到这些设计 就和传统的UNET不一样 ONE HOT不一样 我们可以用这个token来做continual learning 或者是incremental learning 就你来一个新的类 你永远都会有新的类出来 就是你不能把这个UNET给挟死了 就是你用这一套技术 它是可以对后续就比如说 更加深层次的 更加细分的这个肿瘤的一个分类 分割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拓展 是吧拓展 OK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 怎么去用public available dataset 就是一个难点 就是说去解决这个不完整标注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就是 有了这些CT scan 我可不可以说是 我用人工去生成一些肿瘤 因为肿瘤它的分布 大家看到刚才那个分布是长尾的 就是一些很常见的肿瘤 你是可以就是找这些CT去标 但是大部分肿瘤它都是尾部的 就其实你去找那些样本也很难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是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生成肿瘤吧 那看看行不行 那就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一般大家会做分割的话 是我去收集很多的数据 就比如说这边是一个肝脏 完了里面有肿瘤 那我就找人去标 然后标了那个一百多张 然后去训一个unit 这是一般大家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我想说的是 我可不可以去找一些 那个就是怎么说 是健康的一些CT scan 它里面没有肿瘤 那我就去人为的去放上去一些肿瘤 就生成一些肿瘤 然后你可以生成小的肿瘤 大的肿瘤 中的肿瘤 然后因为这个肿瘤是你生成的 所以你是事先是知道这些肿瘤的位置 也是知道它的mask的 也就是说这个肿瘤生成的图 和它的mask 它是配对的 它不需要人工的标注 然后你用这个配对去训unit 就可以把这些肿瘤给割出来 然后这一套模式 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的干预的 它不需要那个找人去标 然后这一套模式 它是需要找人去标的 OK 那现在问题是这套模式 它靠不靠谱呢 第一 它靠不靠谱 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生成的这个肿瘤 它像不像真的肿瘤 第二个问题是 你生成了很像真的肿瘤 你训练出的这个模型 它能不能割真的肿瘤 这两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 那我首先就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去生成这些肿瘤 那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能会以为我会用一个GAN 但是我没有用GAN 我用的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些计算机 视觉的一些操作 那比如说我现在来一个Liver 它里面是没有肿瘤的 那我先把它的血管给它找出来 血管其实很好找 然后找出来以后 我就特意避开血管 我在一些空档的地方 我就放 然后这个相当于是location selection 我就是定义我这个肿瘤要放在哪 当然是它是可以随机放的 也可以你去真的去定义它放在哪 然后第二步和第三步是 生成这个肿瘤的texture 以及生成这个肿瘤的shape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得知道这个shape和里面填充什么 你才能出现这个肿瘤 然后shape的话 我们基本上肿瘤都是圆的 我们这边关心的是Liver的Tensor 那一般都是圆的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变换 把它稍微拉伸了一下 就不是一个阵源 然后在边缘做一个blur 边缘做blur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不做blur的话 这个肿瘤就非常非常假 它就像一个肿瘤 咔一下给它贴上去 就正式的肿瘤不是长这样子的 然后texture也很重要 texture我们基本上用的是Gaussian noise 加上它那个器官里面本身的一些texture 然后我们把这个一合就可以生成这些肿瘤 当然这是简化过的 它里面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细节 然后我这边没有展开来讲 然后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些真实的Liver tumor长什么样吧 就真实的一般都会 就这边黑乎乎的这些都是Liver里面的一些肿瘤 这一块是Liver 然后我们发现一般肿瘤它会 大部分肿瘤都是在Liver的靠下部的 然后这个shape我们就是观察的话 一般大的肿瘤它都是那个不规则的这些shape 然后color和indensity value 这其实是有标准的 因为它是CT scan 肿瘤的它那个区间 它的这个颜色的区间它是固定的 那一般我们发现这个大一点的肿瘤 它会稍微亮一点 然后这个texture会更好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和医生讨论下来的一些观察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观察 它是可以把它写成代码的 然后写成代码以后把它给生成出了 那我们怎么去看生成的肿瘤 到底是和真的肿瘤像不像呢 我们提出了两个验证的手法 第一个是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图灵测试一开始的定义就是说 如果这个计算机和一个人类 它可以骗过这个人类 说是这个回答是 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是真实的 是计算机生成的 还是真实的回答 那我就说是那个通过了图灵测试 也就是说这个计算机还是有 还是那个它的回答和真实的回答 它是比较相似的 那这边我们用了一个 那个差不多一个概念 那我们拿计算机生成了很多很多的肿瘤 然后我们又拿了一些public available的肿瘤 然后把它混一起 然后找了两个医学博士去看 就一个是六年经验的 一个是三十年临床经验的 然后我们生成了五十个那个image 完了三十个它是真的 然后二十个是我们生成的 当然它们是不知道它的分配的 它只知道这些image 然后这些专家它是需要标 那这个肿瘤是真的 那还是我们生成的 还是它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分辨 就是它会 我们可以让它去标这三类 然后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说 这些专家它识别我们生成的肿瘤 和真实的肿瘤 它的精确度只有百分之二十 那百分之二十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如果我全部猜这都是假的 或者全部猜这真的 或者我全部都是乱猜 那也有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它是能以假乱真的一个程度 就是说假的能说成真的 真的能说成假的 那这边就是一些例子 这些是我们做图灵测试时候 用的一些例子 那么有一些它是真的肿瘤 有一些是假的肿瘤 那不知道各位可以看看 看看能不能找出来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结果是 其实是有很多年经验的医生 也是看不出来 我们生成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其实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我们去验证 它到底是真还是质量怎么样 我们是通过数值来验证 那其实就是你训一个unit 然后它在真实的肿瘤上面给你测一个 和在假的肿瘤上给你测一个 然后看看它们之间区别大不大 那这个方法它很多用在自动驾驶上 因为自动驾驶有很多是这种生成的数据 它是像打游戏一样 你在那生成一个游戏的环境 然后你训模型在那开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生成了这个游戏的环境 其实和真实的环境它是有domain gap的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 我们这边生成的肿瘤和真实的肿瘤 有没有domain gap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训一个模型 在真实上面和在那个假的上面 这么一侧 然后看看它这个数值接不接近 那我们发现它数值是非常接近的 这边我还想漏了 漏放了数值 那反正这边数值也是五十几 然后我们发现它的domain gap 其实是很小很小的 那这也可以间接地说明 我们生成的sensitic tumor 和真实的tumor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我们聊完了 是不是相似的问题以后 第二个大家更关心的问题 是你AI在这个sensitic tumor上面 performance怎么样 那performance怎么样 我们就其实很好做这个实验 就是我们首先训一个网络 就是在real tumor上面训 然后再测一测 然后我们发现它是55.92 然后这个也不是随便乱来的 这个55.92 它是MSD liver segmentation 那个challenge 那个去年打第一的那个成绩 55.92 那我们拿真实的数据集 我们打了同样一个challenge 我们发现56.52 它比你在真实的那个肿瘤上面 训的结果还要高 那就是那其实这件事情非常夸张 那你简单来说的话 我们就是打这个公开比赛 我们没有用到这个比赛里面提供的CT 我们也没有用到这个比赛里面提供的annotation 完了以后我们完全用自己生成的tumor 把这个比赛的第一名给打过去了 然后第一名大家知道用的是这个比赛提供的数据 而且提供 而且这个数据是被金标注过的 是每个pixel都标注过的 那其实这个事情它基本上就是非常有潜力 因为我不需要任何的标注 我都可以把这个比赛给打到第一 就你可以看到这个synthetic tumor 其实是非常对分割真实的liver tumor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边synthetic和real 它的训练集式数目是一样的 就这个real是训在100个标注的数据 那synthetic它也是在100个没有标注的数据 就是那个数值数据量是一样的 OK 然后这边是一个展示 稍等我这边看看能不能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展示 可能放不了 就这边其实是一个 对 就是说 左边是一个CT 然后中间这个是去年 那个liver tumor打到第一的那个solution 就是它当然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标注 然后最右边是我们自己生成了一部分数据 然后完全没有用到任何标注 然后能够割出来的一个状态 这些是一个直观的一个展示 感觉中间和右边其实效果都差不多 我们不能说out perform吧 我们只能说和real tumor那个结果差不多 那其实这件事情差不多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结论 然后第二 第三点我们发现 如果你去用synthetic tumor去训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它会给你出来更少的force positive 假羊 这个在临床上面非常重要 因为一般大家训unit都会 就是训练集里面会有大量的羊 那个就是positive的这些样本 因为它是分割嘛 而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确实打比赛非常的牛逼 就是能够把那些tumor都给你割出来 但是问题是 你来一个真实的一个patient 真实的一个CT sorry 你来一个健康的CT 它也会跟你说这里面有tumor 就是它是一个over segment的一个感觉 因为原因是它的训练集里面全都是有病的 就比如说kits那个比赛 它里面的训练集全都是有kits tumor的 也就是说你训出来这个unit 其实不是真正是在临床上可以用的 因为它会对每一个CT 它给你一个CT 它跟你说是有病 它都跟你说是有病 所以你在那个有病的里面算dice 它确实很高 但是没有病的上面 它会出来很多很多的force positive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很简单 然后这边我们force positive 衡量其实用一个spersificity就可以了 spersificity越高的话 说明这个那个假阳生成的越少 那这个是那个real 在real tumor上面训的这个unit的这个假阳的一个水平 然后我们用sensitic tumor 其实很简单 就我们训练集里面 我们不是所有的数据都给它生成sensitic tumor 我们留 比如说留一些数据作为control 我们不生成那个tumor 那其实这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模型的spersificity 当然那个sensitivity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很高的水平 那这边我们测试的 我们是在MSD pancreas和splein上面测试 还有MSD column 那这些数据集它里面其实都是有病的 但是liver它里面liver tumor它是没有tuber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negative的数据集来做测试 然后你发现就是这个sensitic tumor 它其实是对这个假阳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第四个优点就是sensitic tumor 它可以去检测到非常非常小的tumor 这在普通的打比赛是很难遇到的 因为你要收集这些小的tumor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它不只是标注难 而且是你去拿到这些样本 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这些小tumor都是early cancer 就一般就不是很能检测得到 所以你去拿这些作为训练 或者拿这些小的tumor做测试 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但是如果你有sensitic tumor的话 它就变简单了 因为我是可以控制这个tumor的大小的 我可以生成无限多个小的tumor 去训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发现训完了模型 它对检测小tumor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一般的unit它没见过这么多小tumor 然后我们可以去生成这么多小tumor 就比如说这边有一个非常小的tumor 5.3毫米的 然后ground truth它是有的 完了以后如果你用real tumor 它是检测不出来的 因为它没见过这么小的tumor 完了用我们sensitic tumor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这边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然后第五个优势是 如果你有合成的这个数据 你是可以去建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benchmark 就是现在打比赛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测试的数据不够多 你不知道这个AI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你可能在测试级上面overfit它了 它给你打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但是比如说刚才说的小tumor 或者说tumor不同的形状 或者是不同的位置 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定量的去一个评价的 就是这个模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还是Liver这个数据级作为例子 它公开的可以用来验证这个模型好坏的 其实说那个加起来也只有70张 那个70张其实它是 很多是不包含那些小tumor 不包含一些ood的一些case 所以这70个你是没有办法真的去说 哪个算法好哪个算法不好 或者这个算法它在哪个角度好 哪个角度不好 它是做不到这个的 但是如果你用sensility tumor 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因为我们可以调整这个生成的参数 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级别 那shape size texture indensity location等等等等 那如果你对这东西不同的这些变量去做一个采样 那你可以生成很多很多的测试机 然后用来测试 然后这边上面这一栏是一个conceptual 就是我们打算怎么弄 然后下面是真实生成出来的 那个tumor是长什么样的 那有了这个benchmark 我就可以说可能unet 它比较适合那个鸽大的器官或者肿瘤 然后比如说swingunet 就新的一个architecture 它可能比较适合小的 或者比较适合这个shape的 或者那个shape 或者这个texture 或者那个texture 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模型 它对texture到底明不明感 它的texture是不是 那个可以攻击到这个模型的有效性 就是这些都是可以做研究的 然后这个数据机 我们也会很快地把它给公开出来 然后量会很大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你这些都是一个排列组合 因为你一个数据机 就可以生成大量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是 把它弄成一个on the fly的 就不是真的给你release 这么多的数据点 而是我把这个data loader给你 然后数据给你 然后你自己去在那benchmark 就会比较好 然后说一些展望吧 我感觉这个synthetic tumor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往前卖了一小步 就是在liver上面把它给做work了 但是我们最后的愿景 就是说我们想把所有的 就是有病的东西 都能把它给合成出来 就无论是我们手工去design 或者是用GAN 或者是diffusion model 或者其他的方法去design都可以 反正我们的目标是 能够用这个synthetic tumor 能做到这个annotation free 就完全不需要医生去标注 然后生成这个AI 它可以真正的在临床上面 找到这些有病的这些位置点 然后这是其实是对后续很有帮助 因为大家知道标注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用真实的tumor 去验证这个AI的算法的有效性 那以后就是我感觉 就是说这些public available的data 它不再会用于训练模型 而是100%的用于测试模型 那这样子用来测试的话 其实这个数据量还是OK的 就是如果这些数据量 不把它分成训练机和测试机 全部用来做测试机的话 还是很可观的 就是以后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靠 就是训练的时候完全annotation free 然后测试的时候 我们去找这些医生 真的去标 然后找这个真实的tumor 去做这个事情 OK 然后就简单做个小节吧 我今天就讲了一下 我的目标 就是把所有的tumor都给找出来 而不是说你一个dataset 我关心这个tumor 我训一个unit 然后就只做这个tumor 完了来一个新的dataset 我再做一个新的 就有点繁琐 那我现在那个主要讨论的是 怎么去解决世界上 这么多不同种类的tumor 然后public available这么多 数据集它过来 我怎么去处理它 我主要是展开讲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们做了一个universal model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集都给它放一起 然后发现有很多不错的特性 第二个工作是我们就自己设计了一个sensitic tumor 它完全不需要医生的标注 然后也可以达到一个你打比赛的水平 也可以达到一个你真的去花钱找人标注 然后训出来这个模型的水平 大部分的github都已经可以看到了 然后universal model因为涉及到打比赛这个事情 我们还需要往后再整理一下 然后肯定很快也会放出来 应该是一个月之内也能放出来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那个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过来听我的报告 然后这边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吧 我那个一开始deep learning是这么一条曲线 然后我的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做了一个annotation efficient的deep learning 然后能够在同样的annotation的水平下 我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然后在同样的结果的水平下 我需要更少的annotation 然后这就是annotation efficient deep learning 然后后续的话 我的打算是继续往annotation free的deep learning那边靠 也就是这边 也就是我用很少很少几乎为零的annotation 我也可以训练一个deep learning的网络 然后可以达到你fully supervised的这个水平 然后这个就可以生很多钱嘛 就是说好 那我的报告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